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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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的方式因为进步的关系,我们使用更加现代,更加方便的方式来书写,所以不会用毛笔甚至是墨水的钢笔写字。 而打字这种东西也一样,随着时代进步自然会淘汰打字机不用,而使用更为方便的电脑手机平板。 那同样的道理,拿笔写字这种书写方式,会不会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而被淘汰呢? 我已经有手机平板可以写字。 为什么还要用笔?用电脑打字甚至能笔写字还快。 另外,拿笔写字需要纸张。 可是现代许多企业基本都是无纸化、电子化作业,现在就算去餐厅吃饭点餐也是用平板点餐,没有了纸张我还要笔干嘛。 没错,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无纸化。 有些公文表格还是需要用纸笔填写。 有许多小吃店商家还是用纸笔点餐。 目前来讲我们还是有许多地方需要使用纸笔书写,还不可能做到完全淘汰纸笔。 不过,纸张真的不可能被淘汰吗? 让我们来看看纸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技术。 看看范页后汉书《患者列传》《蔡伦传》记载。 在蔡伦之前人们将字写在竹简或纸上。 竹简笨重而纸贵重。 当时的纸就是用丝绸做成的叫做尖薄。 蔡伦将纸做了改进他改良后的纸叫做菜喉纸。 汉书《苏武传》记载,《天子设上临终》的燕,足有细博书,延武等在县则中。 这个博书就是用尖薄写出来的文书。 我们再看看以下文献。 记载中,这个竹简就是竹简和尖薄,犯称所有的书籍。 所以说,在东汉蔡伦之前人们书写的材料是竹简和尖薄这两种兵用的。 竹简笨重不利于西带。 我们常说学副五居。 这是说看过的书足足有五台马车这么多。 为什么书要用马车载? 因为当时的书都是竹简写的。 要细带的话只能用马车载了。 而尖薄因为相当的贵重只有贵族皇室用得起,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使用竹简来书写。 我们看看菜轮改良的菜喉纸, 用的是什么原料,树皮码头破布还有鱼网。 根本就是把不要的破拉机拿来造纸, 这大大降低了纸的成本。 所以只这时才开始普及开来, 渐渐取代了竹简。 所以说, 当一项新技术的产品能不能普及, 成本是最大的因素。 如果解决了成本问题, 生产便宜, 自然可以普及, 举个例子, 就以近代的电脑刚刚问世时来说好了。 以前, 也没有很多人在使用电脑, 也只是少部分人使用, 还没普及到个人与家庭, 因为那时价格成本不便宜, 等到技术越来越进步, 使得成本降低时, 电脑已经非常普遍了, 再回来说说蔡伦吧。 蔡伦虽然改良了纸, 人们开始使用纸张, 但当时书写朝廷的重要文件还是使用竹简, 三国时代的曹植就说过, 最重要的文件应该铸成终顶, 其次则疏于竹简, 才能长期保存为惧, 这和当时人们的观念跟习惯有关。 认为纸不利于保存, 所以重要的文书还是得用竹简。 这可以理解, 这取决于当时的技术限制, 所以等到纸的技术慢慢进步成熟。 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到了冬近末年的环旋下令将竹简全面禁止, 纸张才变成唯一的书写工具, 为什么蔡伦已经改良指大大提高指的使用, 但是还是有一堆人在用竹简。 因为人们在长久的时间中使用竹简这个旧技术, 就算纸张的新技术被发明出来, 人们还没办法一时之间, 改变使用竹简的观念。 除了人们传统观念之外, 还有新技术还没争于至善达到完备的境界有关。 其实有很多的科技都是这样, 比如说自动驾驶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可是为什么还没普及? 就是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改进。 等到改进完全节省制造成本之后自然会普及。 到那个时候, 每台被制造出来的车都是自动驾驶。 你说要自己手动开车别人可能还觉得你是个异类。 或许你会说, 再怎么样纸张还是比电子产品便宜吧? 纸张是不可能被淘汰的吧? 你说纸张比电子产品便宜没错。 可是我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实体报纸不是已经没落了开始转型为网络电子报吗? 实体输电数量锐减经营出现困境。 以电子书网络报纸来看它的成本反而比生产纸张便宜。 而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受到了网络及电子产品而改变。 因为不赚钱没利润商人不愿意继续生产以纸为书写载具的产品了。 这不就是纸张逐渐被电子产品淘汰的一个例子吗? 现在有一种叫做电子纸的东西。 它看起来跟普通纸一样,依靠环境光照亮,各个角度都能观看,相比传统萤幕耗电量极小。 而且电子纸读起来不像一般萤幕让人长时间在发光体下让人导致疲累,利于长时间阅读。 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电子书之外,现在还应用在许多领域。 比如商店价格标签,公车道暂时尖表,电子看板等等,这项技术目前还有缺点跟限制没有突破。 比如说成本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但就像刚刚说的主简与纸一样只要技术改进成本降低。 电子纸取代纸张不是不可能的。 而近年电子纸的技术不断突破中, 类似OLED去面屏幕技术已经可以做到跟纸片一样薄并且能够像报纸般卷起。 电子纸如果可以卷起,对折,那不就几乎跟纸张一样。 再将一叠电子纸钉装起来在一起那不就是一本书吗? 一本实体书的重量体积跟电子书比起来电子书显得携带方便。 一个电子书可以是好几本书的内容。 现在有些大学图书馆就直接购置电子书而不用实体书,因为可以节省储存空间。 用以上重量体积和容量等特点来看,纸张跟电子书就好比是竹简跟纸。 两个相比,你会选择竹简吗? 那你说纸张成本便宜电子产品比较贵, 其实一本书的定价其实跟电子书是差不多的。 印一本书需要印好几百几千张纸, 还需要制版、印刷、装订、发行甚至仓储运送等费用。 实际上它的制造成本会比电子书便宜吗? 虽然是这样,但还是不要让小孩子过早接触3C产品吧。 我认为也不尽然。 举例,为什么有些爸妈让很小很小的小孩独幼稚园就开始学英文? 这些小孩连中文都不太会说了。 因为你想要他有竞争力。 因为英文是一项极有优势的工具, 同样的电脑平板这些已经是人类必备的工具了。 让小孩子及早接触这些工具让他们学习正确的使用方式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你或许会说不可能,就算要打字也还是要会写字啊。 有的还是用手写输入的呢? 小孩子从小就要教导认字写字,怎么可能完全放弃写字呢? 直笔可能就算淘汰。 书写这个行为,倒是不至于随着时代进步而消亡,是吧? 照我这样说不是连语言文字都被淘汰了吗? 这我同意,可是我要问,现在AI人工智慧发展到这种程度,很多辨识语音的功能已经做得相当精确。 如果再随着科技继续开发进步,别说是书写了可能连打字这种行为都会被淘汰了哦。 在更遥远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已经发明意念沟通完全不用任何语言文字了。 未来可能的情况是,拿笔写字已经变成一项特殊才艺。 你会让小孩子学拿笔写字就像去补才一般学钢琴学书法学围棋一样,写字它是一种才一旦不是必须的技术。 上述的例子这或许夸张了点,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只能说谁知道呢? 未来人类科技的发展谁都无法预料。 无人驾驶,原宇宙,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20年10年前你能想到我们拥有的这些科技吗? 1903年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Flying Machines which do not fly, 不会飞行的飞行器,报道说可以载人飞行的飞行器需要到一百万年甚至一千万年才能够实现。 而就在同一年,莱特兄弟驾驶的飞机飞行者一号成功地完成了动力飞行。 所以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我们什么时候正确预测过未来科技的发展呢? 好像一次都没有。 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这集影片有什么意见欢迎留言指教,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敬请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谢谢,我是无用山人下次见。